7月1日 我在畫一幅畫之前 我會查滿多資料的 因為MIMO 都是參考一些 名畫或是一些 比較年代久遠的作品 然後像這本就是 它是也是用 跟我很像的創作方式 它是用貓咪作為媒介 然後來介紹整個藝術史的流編 然后像这两本就是比较 艺术鉴赏入门类的书 其实做改作的人非常多 然后做得很有趣的人也很多 可是我觉得我希望就是 大家常常在滑手机流量网路资讯的时候 就是不只是觉得好可爱好有趣 就希望他们可以在这个 可爱有趣的体验当中 就是甚至是可以获得一些知识 那以就是我最近画的 跟奥运有关的作品来说 我会先去查就是 跟奥运有关的艺术作品有哪些 然后那时候就看到一张 就是一个金牌的得奖作品 然后他就是画了十二张 就是跟运动有关的插画 然后我最喜欢的呢 就是七月的那一张 就是一个女生 她在射简的样子 我会就是对照原作 然后就画超高 因为名画其实 它通常的画风都会稍微比较复杂点 就是跟一些当代的作品比起来 所以我会尽量就是 把它的细节可以简化就简化 然后当然就是我会希望可以加入一些 比较生活化的元素 它如果是猫咪在射箭的话 那它里面会有什么其他 就是可以加入的比较有趣的元素 比如说我就会加一些老鼠在里面啊 然后让它的表情啊动作就是稍微再更夸张一点点 我在上色的时候呢 就是我会先去抓就是这幅画 它有哪些基本的色彩 就是色调我会先固定起来 但是我会把整体的色调就是在 让它更饱和一点 然后我会尽量让它就是呈现 比较是色块的状态 就是比如说它有一些红色的部分 或是它的腮红的部分 我就会让它可能有点渐层 或是让它就是更鲜艳一点 就是大人小孩可能它都可以一眼就是看出 这张画它有哪些东西 然后这些毛还在附设 这张作品呢就是我一开始看到 我会喜欢它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 就是我们现在看就是奥运的射箭选手 他们其实都穿得非常的俐落 对他们就是衣服都是很机能性的 但是看到这一张就是比较古代以前的 就是参加奥运的女生 她的穿着其实还是很受到束缚 就比如说她还是就是腰硕得很细 然后她会穿蓬蓬的裙 然后甚至还要戴这种就是很 只有女生才会戴的帽子 还要细腹迭结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 大家看到可能也会觉得 还蛮有趣的 就是居然射箭要穿得这么隆重 这张呢 它是一个比利时的画家 超现实主义的画家 雷内玛格丽特的一张画 然后这张画原本呢 它是苹果是把脸遮住的 对但因为Memo它是一个比较幽默好笑的角色 所以我就想说那 她现实生活中苹果不可能真的浮起来 所以她就把它撑在她的肩膀上 然后这张呢 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美国画家的作品 它叫爱德华霍 然后它最主要的特色呢 就是它画里面的光线都非常的锐利 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窗光 就是它甚至是呈直线的 然后它原本这个女生是看像窗外的 对 但我觉得Memo它可能会无理头的就是看镜头这样子 这张呢 它是一个我第一次尝试就是名画之外的一个题材 就是希腊神话 然后这一张呢 就是雅典娜的小巷 然后这一张的话 它就是纯粹的色款 因为我那时候想要表现这张就是雅典娜 它是女神 然后我想要有一个柔和阳光的氛围 Memo这个品牌呢 它的主要的核心的概念就是 它希望艺术可以进入生活 希望让大家觉得艺术不是那么遥远的 Memo Memo